1942年夏天时 拥护法医寺的日本 夺取了太平洋区域内所有的殖民地 和盟军的基地 它的舰队控制了太平洋 光东军也威胁着苏联 但是光东军在等待欧洲的战争结果 所以推迟了入侵 在南方战火烧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 但是日本经济实力迅速于美国 因为它没有足足的私援 而美国提高了舰队和航空兵的实力 在中途岛海战中 美国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这是新形式的战斗 航空母舰还没有靠近 空袭已经解决了所有敌人 此夜日本失去了斯特哈姆 并失去了战争优势 挂岛战役成为了战争的转折点 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但是在战役中 美军在军事消耗方面胜利了 1945年8月 苏联与日本开战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两周就撑毁了关东军 包括核攻炸战内的城市攻心 加剧了日本的危机 最后日本签署了投降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